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僵尸猎手 那么很快下一期就能解锁全新的关卡了 应该说是解锁全新等级啊 那么新地图还会等待一段时间跟大家见面的 那么各位请不要烧集 我们也是比较期待最后一张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么是会有更大的怪物 还是恢复了和平僵尸跟人们和平共处了 那其实我们控制的人物都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演变的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这个游戏的话没有一个这个类似的剧情背景啊 而且没有中文 这个国区的话我记得是已经下架这个游戏 那么是比较可惜啊 现在要求我们利用雷江枪穿透9个木板的这个护甲 那么这个能做的话就做 做不上也是没关系的 咱们尽量的去完成这个黄色的僵尸 给它装到以后用它来炸针 那么它炸一次是20杯 那20杯可以用一个能量棒进行快速冷却啊 那么如果你不冷却 两分钟等待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看你的这个能量棒的这个取舍了 咱们还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选择快速压榨 这个是没问题的 游戏的话依然是四星停降 个人觉得非常给力啊 那么江西猎手也是做一款横板的这种冒险类的游戏啊 那么它的这个游戏的体验是重复的进行抓僵尸啊 那么地图的话都是随机生成的 所以不存在说啊 这个地图是固定的啊 那地图里面的这些障碍物以及飞行的怪物 还有这些破坏的房屋 还有中间的这些断层什么的 都是完全随机的啊 这个可以保证每一次你有玩 都有点像是这个新图一样啊 那它的这个随机性还是比较好玩的 那如果是跑酷类的游戏的话 按照区段随机那也是会感到重复的 所以说这个僵尸猎手 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的啊 因为可以在闲暇时间拿上你的设备 哎有玩几把 抓几个僵尸回去压榨成各种美味的果汁啊 最早的话游戏是叫僵尸炸汁机啊 这个也是被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国内咱们翻译的 其实它应该不算叫炸汁机 因为我觉得会给这游戏起这个名的人 他可能只是玩了前面几关 到了后续不单单是炸汁啊 咱们可以利用这个僵尸的这个身体来做出各种美味的食物 比如说上一关的这个僵尸巨型皮特饼 还有的这个热狗啦面条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出这个美味的食物 那么到底卖给哪儿很可能是卖给唐人街里面的人啊 因为唐人街你移动的时候会听到里面有很重的这个就是饭店的这个讲话的声音啊 非常的嘈杂说明唐人街下边是非常热闹的 但究竟下边说话的是僵尸还是人类目前咱们是看不见的 那么来买咱们银品的这些人类看起来就非常的可疑啊 长相非常奇怪 当你看多了以后还会觉得非常恐怖 好的快速压榨来完成我们的63级再升级64级了 距离68级又更近了一步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